主持拐杖走起路来还有些吃力 她是知名油画画家侯翠信 四年前到百货公司买东西却不慎摔伤 如今连创作都有困难 侯翠信是东河钢铁创办人的女儿 曾赴美留学多次举办画展 创作大约50年的时间 被人称为贵妇画家 这次意外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 画家侯翠信在2018年9月的时候 到北市这一间SOGO买东西 当时现场在增设柜位 她一次不小心被递上这个临时的店员线给绊倒 她当时是整个人混了过去 后续也提告求偿 事发第一时间 她希望SOGO能够登报道歉 当时SOGO提出约80万元和解 但侯翠信认为这样连医药费都不够 左膝更因此半月板断裂至今都还得复建 她提告求偿700万 而北院审理认定SOGO确实有过失 判排366万多元仍可上诉 为此SOGO回应 尊重司法的判决结果 是否上诉还得要评估 只是对于指控SOGO处处找麻烦 还有只运一赔偿80万元都非事实 只是事发三年多来 后续性几乎都得靠止痛药物才能入睡 先前和生活大受打击 未来会再和律师讨论是否要再上诉 TVB的新闻讲坊 我最爱的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